1987年10月8號 國家科委在通過專家考證的一個基礎上 贈送給神農家約32隻東北的梅花鹿 梅花鹿作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神農家的梅花鹿東毛比夏毛厚密 從東北引進的梅花鹿逐漸適應了大九湖的環境 我們剛才在找那個 要給各位看那個泥探險 然後找著找著呢就來到了這個鹿院 就是這邊有好多好多梅花鹿喔 我天啊我知道好久沒有看到梅花鹿了 而且我發現這邊的梅花鹿為什麼毛都這麼多 他們是要換毛嗎還是因為這邊天氣很冷 所以真的是沒有看過這麼毛這麼厚的梅花鹿耶 我們趕快帶各位去看看 鹿鹿為什麼你的毛這麼多 你是要換毛嗎鹿鹿 鹿鹿鹿的地理位置是位於神農家大九湖的五號湖附近 大約九百米 他願你上騎我 你好 你好 你在吃什麼 你在吃什麼 你的手指 你好 你好 好可愛喔 開始了 鹿院的梅花鹿基本都是放養的 遊客可進入裡面直接餵食玉米 肥哥 雖然天氣很冷 不過我覺得這些梅花鹿都蠻可愛的 現在疫情的關係去海外旅遊都十分的危險 我們只好把大九湖的鹿院當做日本的奈良 因為這裡一樣有很多梅花鹿 從東北宜居到神農家的梅花鹿 他們開始在這裡安家落戶 而且繁衍出不少了後代 在大九湖的鹿院旅遊 讓我有種假裝在奈良的感覺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些露露 好喜歡喔 你看 看到嗎 找一隻帥一點 好像沒帥的 來 露露你為什麼都不回我微信 露露你回我微信好了 我給你吃玉米你回我微信 露露 你回我微信好不好 你都不回我微信 你要記得回我微信喔 逛完了大九湖的鹿院 我們準備要前往下一站囉 途中我們經過了神農頂 遇到了大霧 不過山上的風景真是美麗啊 讓我真正感受到了神農家的生物多樣性 這裡果然是好山好水好漂亮 神奇神秘神農家 我今次回到神農家 要在你身上人家 為了你先來 幫我 我愛你 我愛你 我要用了 我愛你 至於是